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今天来学习《人民正邪报》3月11号第十九版两会专版的一篇文章 《宏愿净土 圆梦复兴》 展示一下报纸 有的就看报 不过最好是听 因为我来学习也不会再读报上的文章 大家听到就好了 下面再学习 我想今天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这篇文章 第二部分就是这篇文章 它给我们什么启发 第三部分就是说 学习了这篇文章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 第一 为什么要学习这篇文章 这个认识要有 那有人讲了 我们讲是法义都学不过来了 报纸嘛 还要学吗 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认识 另外有人讲呢 这不过是报纸上一篇文章 一篇报道而已 没有必要小题大做 这也是不想学习的一个理由 第三 或许有人说 把这个报纸看得这么重视 是不是攀球名门立养啊 打一些个人广告啊 这个都是不正确的认识 我们学习这篇文章主要是有这几方面 而目的是为了正确的宴判行事 顺势而为 弘法立生对整个国家的大事 时代的因缘要上去判断 那我们一般人都不会判断 现在在人民政协报上有这篇文章 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 让我们可以来判断行事 这样顺势而为 取得更好的弘法效果 也是为了清清时代的呼唤 做出积极的回应 如果不学习这篇文章 你可能判断不了行事 因为这篇文章非常有高度 它的面非常的广泛 它不是说 在一个具体的基层的 很低级的层面上说话 它在一个很高很广的一个场面来说话 这样便有我们判断 另外你不学习时代到底什么呼唤的声音 你听不清楚 做不出回应 所以这是第二 第三是要感受时代的脉搏 同频共振 这个时代就像我们跟把脉一样 这个脉搏是怎么一个脉动 我们怎样跟他保持同样的频率 共同振动 融入这个时代的大潮步伐 这样就能够借上时代的力量 这是我们学习的目的 另外这篇文章它的重要性 这篇文章可以说对我们宏愿寺 对我们这个法门来说 我可以形容它是一个量身定做的政策文件 我们宏法 只能了解法律 掌握政策 那么在政策 比如说 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 还有一些我们国家宗教局 宗教事务管理部门 最高的管理部门 它定的一些制度 说话 领导人的说话 这就是有政策的内涵 那么当然人民政协报 它作为统战部门最高的一个报纸 它所说的话 尤其是在两会期间 最专版的形式报道 它对很强的政策性 同时它是点着我们的名 说宏愿净土 所以它这个政策的指导特别明显 量身定做的 那如果这个你不学习 那可以讲就是不仅是辜负了一片善意好心 而且也没有眼睛 它也是我们气势应激发展的要求 所以它具有极强的指导性 这是它的重要性 因为学习之后有什么好的效果呢 先说一下 如果能够善于学习这篇文章 我们会弘法 历生 有信心 受鼓舞 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能够明了我们未来前途的方向 能扫除存在在心中的阴霾 能够扫除前进路上的障碍 能够消除可能存在的误解误会 也能广结书生的法源 所以这都是我们学习本文的功效 从此也知道它的必要性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这篇文章对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启示 也就是我个人的汇报学习心得 供大家参考 我说出六点 第一它是呼唤 第二是选择 第三是肯定 第四是期许 第五是方向 第六是动力 先说第一是互换 我们看东西 看文章都要有一定的角度来了解它 这篇文章 刚才说过了 它不是一般性的文章 它代表了 谁来互换呢 它是代表党和政府的一种声音 因为作为人民政协报 就是统战部门最高的报纸 它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声音来发表的 那么尤其是在两会期间 这个所谓的两会呢 就是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这两会是我们国家重要的政治生活 两会期间全世界都很注目的 它往往会推出重大的决策和决定 那么以人民政协报这样的平台 它是个中央的媒体 最高级的媒体 又在两会期间的重要的时刻 然后有专版的形式来报道 所以它是要发出一个声音 它是呼唤的声音 就是说你要怎么做 所以它是首先代表党和政府的呼唤 这个大家听清楚 第二呢 它是代表社会各界的呼唤 因为人民政协啊 它是一个广泛容纳 社会各界别人士的一个代表机构 在中国来讲叫四大班子嘛 政协党委 就是党中央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还有国务院 这是四个最高的权力机构 所以在人民政协啊 它所反映出来的 是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呼唤 当然第三呢 它也是时代众生的呼唤 因为它在这种报纸上发表这些 不是个人爱好 我个人写一篇文章发表 它就是要综合整个观察社会 我们没有这样的视野角度 那么就人民政协报这样的立场呢 它宗纳整个这个时代众生有什么需要 它把这个表达出来 所以它是党和政府也好 它是一种代表 代表了这个时代众生 发出这种声音 所以它也是时代众生的呼唤 当然众生心就是佛心 所以它也可是代表了阿弥陀佛的呼唤 就是你们要怎么做 就我们观察音源 体察佛心 都要从这方面来看 小的细微的 像这个呢 都是大体 大面的 那就非常明显了 那呼唤谁呢 呼唤 宏愿寺啊 呼唤净土宗啊 所以它一开始就典礼的名了 宏愿净土啊 这是呼唤谁 呼唤我们广大连友啊 也是呼唤你 也是呼唤我 党和政府都喊你了 你要答应啊 时代正式在呼唤你 你要答应啊 阿弥陀佛在呼唤 所以这个要听清楚 这是可以讲是口对耳的呼唤 把名字都写出来了 你要再不看再不听 那这个就是没有智慧啊 那呼唤我们干什么 你们说呼唤我们干什么 远梦复兴啊 这个人喊得很清楚了 说宏愿寺啊 净土宗啊 你们一到来 跟我们一到来 要圆中国梦 要复兴 民族复兴做出贡献 那我们要不要回应啊 我们今天学习就是回应 如果不回应 那就如龙如雅 这叫自遭淘汰 喊你 没听着就不喊你了 那你就自己自己淘汰自己 所以一定要积极回应 不仅要回应 而且积极 所以我们前面学习过 我们敬业法师呢 也做了很好的解读 大家呢 也都看过这篇文章 我们要做出积极的回应 如果能够积极回应 就有海阔天空 你就能够呢 顺这个 所以讲顺势而为 顺这个大势啊 有所作为 第二呢 是选择 怎么叫选择呢 他呼唤你 就是选择了你 这里有几种选择 五大宗教当中 选择了佛教 当然这个选择是可以复选的 并不是选了你就排除别人 可以复选 那我们是就这篇文章来讲 是选择了佛教 那为什么选择佛教呢 选择佛教 不是随便选择佛教 是选择中国佛教 那什么叫中国佛教 中国佛教 就是中国的佛教 为什么选择佛教 这是中国的 同时又是世界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则跟大家相容 那么你能够给大家 有共同平台的 那只有佛教 当然儒家 道家也是中国的 但是它的世界性 那就不如佛教了 所以中国佛教 不仅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 它在佛教这个平台上 它跟印度佛教 跟各地佛教 各国家的佛教 它是 这个佛所说的教理是一样 但是呢 在形式上各有不同 好像一母有多子 但是我们中国佛教呢 也是释迦牟尼佛的 一个儿子 是佛祖下来 所以他为什么选择 中国佛教 因为这是 选择佛教 是选择中国自己的 一种宗教 它同时又是世界的 因为佛教 已经完成了 中国的本土化 和中国化 它能适合这一方随土 它已经成为 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当中 不可分割的 重要组成部分 它能够呢 有利于 社会的稳定 有利于国家的 长治久安 它能够为 这一方的人民 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 能够为社会主义价值观 提供呢 优秀的元素 所以这是为什么 选择佛教的 一个原因 这是我的理解 第二呢 第二重选择 中国佛教 也就是八大宗派 八大宗派里边 没有选择密宗 也没有选择禅宗 所以第二重呢 是在八大宗派里边 选择了净土宗 来跟你喊话 所以中国佛教啊 净土宗啊 你要你要这样做 所以我们要听清楚啊 那为什么选择 净土宗呢 因为七十日印基 西河时代 顺应根基 现在这样的时代 如果没有净土宗 那可以讲 几乎就没有佛教了 所以经中也说 末法时呢 一言修行 汉仪得道 唯一念佛得度生死 所以这种呼唤 这种选择 是随顺了时代的意愿 也随顺了 这个佛经中的欲言 现在是 这个时代众生啊 是个他力时代 众生的烦恼 焦虑灼染更加的重 那么只有这个法门 能够转灼为净 转恶成善 就他的力量特别强大 就好像进牟尼宝珠 投到五珠恶事 投到灼染的水中 自然的水就转为清净了 所以在这个时代 你选别的法门 力量就不够 力道不够 选择净土宗 这是正确的选择 这是智慧的选择 这也是必然的选择 因为这个是异行道 符合绝大多数众生根基 贴近群众 贴近生活 贴近现实 大家做得到 听得懂 同时选择了净土宗 等于是选择了整体佛教 为什么呢 因为净土宗的信众最多 最为广泛 最为普及 最有影响 中国佛教 开出八大宗派 接下来的融合贯通 就是诸宗会归净土 所以你选择净土宗之后 各宗都可以得利益 都可以借上 这个大势 因为诸宗会归净土 那么同时选择净土宗 就能够顺应了时代 所谓文化复兴的自我意识 能够有助于 重视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 就重新把文化自信捡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净土的文化 尤其是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 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知道 我们学这个法门 非常有信心 如果对自己所信仰的 教法 修行 目标 都没有信心 那么这个文化 怎么能给别人信心呢 所以祖师说 自信 教人性 国家 要复兴 那么最后要落实在文化的复兴 文化的复兴 首先就是要文化的自信 你自己都不自信 你怎么能复兴呢 这样人一样 这个人 自己都活不下去 都没有信心 活得下去 他怎么能给别人带来信心 所以选择净土宗 也是重视文化自信的需要 选择净土宗 共援中国梦 复兴 中华民族文化 具有动力 就是这个宗派的理论 能够为时代 助于动力 注入能量 符合这个时代发展的需要 也是因为 这净土宗的法门 具有创新意识 有创新的机制 你要创新 符合这个时代的节奏 发展的趋势 那你本身这个法门当中 它具足这样的一个制度 这样的激励 因为净土法门 是普遍契合 它是靠他力救度的 任何时代众生根基 你法灭万年 它仍然是长新不衰 仍然是永保长青 就像长青树一样 那一般的树 就要春天发芽 然后呢 秋天就凋零了 这个长青树 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发芽 都可以翻青的 那就不一样了 它就有创新的机制在当中 总是有新芽新叶 那么这个净土法门 它为什么能够 法灭万年 还能够特留在世 广度众生呢 就是因为它跟这个时代 随时跟进 随时有新的 在它的机理和制度当中 就有这种呢 基因 能够随时跟进 时代众生根基的需要 创新出 适合这个时代众生的 弘法手段 那第三种呢 在净土宗当中 我们讲净土宗一般讲的 就是所谓的十三组 在这里呢 净土宗里边是选择了 善导大师 选择了弘愿寺 没有提起他的 所以通篇文章 你整个来看 完全都是讲的是 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 那为什么选择善导大师呢 我说了几点 文章说得很清楚 正本清源 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 是中国净土宗的 根本 本力道深 你这个本活了 整棵这个树呢 就能够活 是中国净土宗的源头 这个源清净了 流才能清净 所以这两 像我们这个文章当中 它有四大块 第三块就是正本清源 回归善导 这给我们极大的鼓舞 极大的肯定 极大的加持 所以有人说 师父你给我加持一下子 我这个没那个加持力 这人民政协报给你加持 全国人民都加持上了 所以这个是 那是了不得的 这个标题要看清楚 内容要看清楚 那为什么选择善导大师 选择 宏言四 因为正本清源 你任何一个门派 任何一种理论 任何一种实践 如果你没有得到本和源 那就是末 就是流 所以本 末要分清 源流 这种关系要理清楚 那为什么是 善导大师的净土 虽然是本是源呢 所以他这里边文章也交得很清楚 善导大师 谈论道措 他又非常 善导大师是净土宗的 集大臣者 他是开宗密派的祖师 他的理论具有系统性 系统的净土宗理论 他是完整的 系统的 展示了净土宗的教法理论 不像后来的 一些大德 弘扬净土 这篇文章也说得很清楚了 因为教法 教典是传 不得不旁戒他宗 那么这样你的理论显然是不系统的 借助华言宗 借助天台宗 借助禅宗 这样就比较支离 善导大师 他的理论系统是独立的 系统的 第三 为什么选择善导大师呢 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传承 刚刚讲过了 他本来就是开宗 立派的祖师 净土宗的 开创者 那不过呢 后来 现在 历史的原因 一度失传 再度传回 这是历史的传承 那我们要 接续这个法脉 接续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 所以选择善导大师 第四点呢 他文章里面说到 根植于大众 我们看这文章里说哪里 庆幸的是 根植于民众 传播广泛的 净土宗善导大师 一系列著作 说你根植民众吗 说到根植民众的地方 说的很多 善导大师 开宗立派的本意 首先是呢 面对当时广大百姓 也就是信众 他在讲了很多 就是根植民众 那我们现在呢 也要根植民众 第五点呢 选择善导大师 因为善导大师的教法 大慈大悲 普度包容 所以后面这个文章的标题 也说得很清楚了 那选择善导大师呢 在当今这个时代 也就是选择了宏愿寺 为什么呢 宏愿寺是弘扬 善导大师 是净土思想的道场 文章里面说得很清楚 是净土宗的根本道场 教学种地 那么同样的 这种选择 也是党和政府 是时代众生 社会各界的共同选择 也是阿弥陀佛的选择 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所有的选择 这样就是大家都通过了 所有的选择成为一致的 没有两种方向 如果我们自己没这种选择 人家也不会选择 如果阿弥陀佛这个法门 没这样选择 也不会这样选择 释迦牟尼佛早就选好了 在末法万年时候 特留此经 释迦牟尼佛选好了 阿弥陀佛也选好了 所以这是时代众生 共同的选择 这个选择不是靠投票 谁选你 你拿选票了吗 不是的 用不着 它是靠一种心 众生心的共同集聚 是一种因缘的集中反应 合合性的体现 所以这种选择 是明智的选择 智慧的选择 英明的选择 这种选择让我们觉得 充满了希望 我对中国可以讲是充满希望 那你凭什么充满希望 就凭这篇文章就充满希望 那这篇文章没发表 不充满希望吗 这篇文章一定要发表 为什么充满希望 因为这个法门 回到了 我们有了这个法门 他给我们信中有希望 给我们信中有信心 所以自信教人信 必然是有这样的信心的 所以从事文化自信 从哪里来 就从第十八月 自信信乐 你这里边都给了你信心 怎么会没有信心呢 中国是一个大的国家 当然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 他面临这个复杂的国际形势 但是你想十几亿的人口 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再加上善道大师的净土思想回归 以中国佛教 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优秀文化中的一部分 在顺应这个时代 民族复兴的大潮当中 你说这个他 他能换哪里去 他一定会复活 他这个力量非常的大 就像这个钟摆一样 他不摆动起来 这个钟太大 他不摆动起来 那就算了 他一旦摆动起来 那你是挡不住的 十几亿的人口 五千年的历史 你想想看 在现在成为世界经济 第二大经济体 很快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然后整个中国人 这十几亿人那边 就整个中国人心灵当中 这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传承下来 在近代一百多年来 饱受了屈辱 饱受了压迫 就整个中国人啊 他有一种梦想 这种梦想 让习近平呢 总书记把它提炼出来 提出中国梦的这么一个口号 当然中国梦可以个人个人解读 但总体来讲 希望国家富强 这个幸胜 希望人民幸福安乐 这是所有中国人 不管是中国的中国人 还是海外的中华的后裔 这是共同的理想 那么这种理想 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浪潮 它焕发出了一种时代的力量 那么这种力量也给我们 所以从事文化自信的自我意识 它才提出了中国梦 困难虽然很多 形式也多变 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尤其是像我们学到这个法门 那你对形式的判断 你对国家未来的走向 就更加的积极乐观 一个人对形式的判断 同样的形式 有不同的判断法 这和他 和他个人的心理相关 当然和他这个面也相关 时代众生选择了 弘元寺和净土宗 我们应当怎么做呢 我们要不要接这个任务 挑这个担子 所以我们要担当 如果缺乏担当 那等于是自我放弃 选了你 你不干 你不干就放弃了 自我放弃 就会被时代抛弃 所以我们要担当 第三点是肯定 整个这篇文章 那可以讲肯定的 简直是太肯定了 我讲几点 第一个就是肯定 红颜色现在已经做的 他描写的非常细致 我们主要看第一段 红颜色去净土宗 有些我就不读了 我就列了十个小点 你看他所描写的 像这样的文章 他不会把那些 无关紧要的文具放上面 他只要写到上面的 就是肯定你的 你要这么做下去 第一个 红颜色四川广场 就听到 南无阿弥陀佛 清亮之声 庄严肃目 随着练佛的节奏 一步步走向红颜色 你看我们这个喇叭放对了 肯定你 第二 红颜色的山门 大气宏阔 稳重 劳不可汗 这是肯定我们的法门的标志 山门代表法门 这也是肯定 当然这个建筑他说到了 第三 第四 你看 踏进山门 他写到 游人提供了茶水休息室 肯定你的茶水休息室 然后歇脚的长椅 也是肯定你为老百姓服务的 然后说到 两侧的文化长廊 感受人们关怀 让人倍感温馨 这是肯定我们这些做法 一定要亲切化 要有人们关怀 要让众生 让来的人感到温馨 所以我们讲 服务 服务意识 这不是肯定吗 接下来又肯定了 四月两处 成立到净土中 红书光盘 全部任人自选 免费赠送 这是肯定你 免费的 有红法 再下来肯定我们的法师 和义工了 整个宏院寺上下 出家法师义工 洋溢着祥和友善的氛围 这句话是表扬大家的 所有的人 听到都有份 你身上如果有 祥和友善这四个字 你走哪去 人家不喜欢你 你走过看 很安详 很吉祥 很祥瑞 很和善 很和蔼 很和气 和能生财 谁都喜欢你 很友好 很友善 这祥和友善四个字 好不好 肯定我们 你就肯定了 就要坚持下去 不要发脾气 不要跟别人闹别扭 接下来看 这里不提倡大行相逐 免费提供信众 游客燃香供佛 这不是肯定吗 不让写着这放上吗 表扬 免费提供食苏 连流通处佛教商品 低价皆远 没有商业气息 所以我们上来当时定的 还有我们定的标准 你看人民正线报 他都知道 我们当初买这个 这个寺院流通处的 波金机也好 我们基本上都是 定的标准原价 就是服务性质 不是为了盈利的兴致 所以得道多助 你真的为众生关心 人家都知道 连人民正线报都知道 连有知道吗 还是到同学时来过 还是你天天跟他讲 人民正线报都清楚 下面又肯定 游客三五成群 闲庭信部 居士呢 虔诚的沉浸在 弥陀大悲训染中 专注肃穆 彼此传导着 爱心为本 谦卑喜乐 祥和友善 净土宗理念 这是肯定我们 净土宗的理念 我们说过呀 爱心为本 谦卑喜乐 这三个词 十二个字 总结得非常好 那谁总结的 不管谁总结的 只要人民正线报用上了 就是他总结 他不然他不会用你这个 他用上了就是肯定你 这个对 你就应该这样做 佛法嘛 本来大慈大悲 就要一个爱心为本 我们净土法门 就是两种生性 谦卑的 有谦卑的心 有喜乐的心 这是肯定 宏颜四现在所做的 这些细节的东西 都要坚持下来 第二是肯定 佛教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这个接下来的文章说到了 佛教传入中国 极德行善的理念 深深影响了广大信众 成为许多人和谐 处世的人生观 这叫人生观 行善极德 因果报应 佛教提倡这些 符合中国民众 愚人为善的价值观 这都是肯定佛教 肯定行善极德 肯定因果报应 这个因果报应特别重要 曾几何时被打为封建迷信 现在写上了 不要小看这句话 不要小看这四个字 讲行善极德 那当然毫无疑问 但是曾经把因果报应 说成是迷信 因果一定要提倡因果 提倡因果 就是提倡传统文化 我们佛教徒 弘扬传统文化 不是说一定要去弘扬 儒家道家的 你就弘扬因果 你就弘扬念佛 你就是弘扬传统文化 传统中国人 哪个不相信因果报应 他跟中国人的思想 行为已经融为一体 能够相信因果报应 一定不会胆大妄为 一定不会忘 叫做 胡作非为 一定会谨小胜为 所以举头三尺又神明 心里边就会自觉 这种的话 他哪里还需要 靠法律的强制手段 所以英国对国家的 长治久安特别重要 第三点是肯定 洪燕寺的宗派 洪燕寺什么宗派 那你们自己讲的吧 人民之间报也讲了 宣称靖廷山洪燕寺 昌导的就是 大乘八宗之一的净土宗 洪燕寺是洪阳 唐代善导大师净土宗思想的道场 我们一般你看 他这个地方用字是很考究的 我们一般的说善导大师净土思想 他特别加一个宗字 你们没有注意到吗 善导大师净土宗思想 我们平常很少这样用 这就是肯定净土宗 所以我们自己说自己净土宗 这得到了正面的肯定 也是肯定我们的法义 我们的法义是什么 善导大师的净土宗思想 这是我们的法义 这是正本清源回归善导 肯定我们 谭卵道措 善导三大师创立了系统的理论 由唐代善导大师 吉大臣做了归纳整理 提炼升华 形成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 这是肯定我们的法义吗 也是肯定我们的传承 肯定了这种传承的历史 同时也是肯定宏愿寺的地位 他怎么说呢 宏愿寺作为净土宗的根本道场 教学种地 当然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和距离 我们要努力 肯定你了 你就要好好去做 这种肯定来之不易 我们原来的肯定 是在阿弥陀佛那里得到了肯定 在师方诸佛净土诸大菩萨 但是那些他们不讲话 只有你听到了 别人没听到 还有我们的信众肯定我们 党和政府一直在观察 在看 现在发声音了 搞得不错 对了正确 现在就肯定你了 所以这个肯定是来之不易的 所以这种肯定 是非常有加持力 这个肯定属于大众 这么多年大家的共同努力 共同配合 即使受到误解 或者是曲解 或者是不了解 我们都是低声音的低调 没有高声音去高分贝的去抗争 就是变白 真变 所以我们从来的原则方向就是不变白 你不变你就是白的 现在不白了吗 你变就不白 怎么变来变去 没有必要 就是走正确的路 往前走 那么对于我们肯定的 我们要不要坚持 现在所讲的这些都要坚持下来 而且做得更好 要贴近群众的更好的服务 第四点是期许 我们做得那么好吗 我们还有很多的不足 肯定不代表你就是圆满 所以有期待 有所期许 这个期许当中 我也说几点 第一 他期许宏愿寺 文章期许宏愿寺要做 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试验地 这是期许 要与实际行动弘扬善举 这都是期许 文章的原话说 宏愿寺还身兼 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试验地 以实际行动弘扬善举 说你已经这样做了 身兼就是你的主 你主要的是弘扬净土通的这个法门 是根本道场教学种地 但同时还有这样一份事情在做 兼职的 这个试验地也非常重要 因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它是一个时代的课题 你肯定要适应 你不适应 你就没办法生存 没办法发展 现在佛教发展 应该说 不是那么不尽人意 不够理想 就是因为你还没有适应好 你怎么样适应 社会主义才几十年 佛教已经两千年了 那么这个新的时代 你要适应新的环境 社会主义说 佛教在当代生存发展的土壤 是你的环境 你不适合这一棵肥土 那你怎么生长 所以你必须要适应 但是这个是怎样适应 不是口号 社会主义相适应 喊了多少年了 怎么适应 喊在那懵撒撒 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呢 要有行动 但是这个行动也不贸然 而且要给你一定的空间 所以他说试验地 你要大胆试 你要创新 你要走出来 你要去做 这是对我们的期许 第二点期许呢 宏愿寺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要做在这个社会公益 慈善事业方面呢 更加努力 要加强自身对务建设 进一步提高宏愿寺在宗教界 及信教群众当中的影响力 这不是对我们的期许吗 所以你进一步发展 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你要保持这个正确政治方向 你原来是方向正确 现在要保持 对了 那么呢 在原来事出事上一道奸行 在慈善公益这方面还要加强 还要努力 在自身对务建设 就是你弘法人才 你寺院管理人才这方面 也要加强努力 要加强 这是期许 提出一种期许 第二第三点的期许什么呢 那就更大了 讲到一带一路 随顺国家的战略 文化战略 经济发展战略 在一带一路 这个大的形势背景下呢 要走向世界 期许我们走向世界 走向世界呢 在世界各民族文化融合 这方面呢 做出应有的贡献 要能够达到普度包容 这样的效果 因为你中国要发展 你说民族要复兴 这是中国人有这样的梦 外国人不定有这样的梦 而外国人可能还害怕呢 你发展了我怎么样 那么就需要呢 有文化 就需要给人邻居有信心 那就互相关系要融合 要搞得好 要有人说话 那么谁来说话 佛教 净土宗 因为这个呢 佛教是世界性的 共同的语言平台 在信仰啊 在这个 教理啊 这方面 它有它的优势 那这样呢 就会呢 化解人家对我们的疑虑 增加彼此的信任 所以西总书记提出来 世界各民族国家命运共同体 这个也就是说呢 符合佛陀所说的源起法则 我们在一个地球上 地球现在非常小 当然是命运共同体的 河流 你看中国流到印度 中国的风就吹到日本 从这儿能吹到美国 整个地球是很小的地方 不管任何地方啊 都互相影响 所以是命运共同体 这对我们提出的期许啊 就 这个期许很大 大慈大悲 普渡包容这一段 这里边内容是很多的 我们在这段读一下 文章这样说 金宗法师谈及国家战略的西部 一带一路建设时说 要以人文交流为榴弹 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 佛教文化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 和文明融合的层面 有着独特的优势 佛教平等圆容 普渡众生的教义 超越时代与地区 期许我们这样啊 你不能局限在一个 有限的时间和地域的范围之内 超越时代与地区 平等对待一切宗教 具有不值成见 兼容并包的胸襟 与人类普遍意义上的精神追求相一致 这个都是期许 第四点期许 我们要有佛教的理念创新 文章这样说的 在这个最后了 在谈到佛教理念创新方面 也道出了几点建议 这就是说 对我们在佛教理念创新这方面 抱有期许 那么人民志愿抱有这种期许 我们要不要满足啊 人家眼睛就可叛着你了 要满足 如果不满足 你就不能进步 不能满足这种期许 那就能是自己固步自封 就是得少为足 这样呢 让大众失望 你就自食前途 没有前途 所以这种期许 我们要积极回应 要回应 要满足 这是第四 第五点 这篇文章对我们的启发 它是方向 这上面所列的几点期许 当然还有细的可以更多 这种期许就指出了方向 你应该往这个方向走 你应该怎么样呢 要做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试验地 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要努力于慈善公义 要加强自身对务建设 这不都是指方向吗 你要这么走这么走 要走向世界 要有佛教理念创新 这种方向 我们要不要顺从啊 那你肯定要顺这个方向 从这个方向走 这样呢就是顺了大潮 如果你不顺从这种方向 那叫什么呢 历史潮流 为大众意愿 这种方向 它不是哪个人 跟你定个框框调调 它是一种历史的潮流 是大众的集中意愿 也是呢 阿弥陀佛的佛心 要站在这样的层面来考虑 我们不说单单的 就是你这么政治化 这么强干什么 它是一种时代的共同需要 你气里气机 我们学习法意 就是气里 所以我们为什么学习这篇文章 你要懂得这个时代需要 众生根基什么要求 这篇文章是最集中的体现 所以我们怎么样气机 原来我们都自己在做 现在呢 人民正义报跟我们呼应了 我们是在气机的 所以在气机这个层面上 它给我们推展了一个非常广大的平台 第六点呢 这篇文章的启发 它是动力 怎么叫动力呢 没有这篇文章 我们有没有动力啊 没有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有动力 我们是先弘法 没有这篇文章 我们都要努力弘法 我们的动力来自于很多方面 来自于阿弥陀佛 来自于众生需要 来自于我们本身感受的这个法的利益 自信教人性 但是呢 有了这篇文章 它代表了党和政府 社会各界 人民大众 时代众生的呼唤和要求 这个对我们就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极大的加持 就更加的明显鲜明化起来 所以它是动力 它能扫除盘旋在周边的阴霾 如果你信心不足 疑虑很多 误解很多 那就好像这个阴天一样 你心里面抑郁啊 沉闷啊 但是这篇文章一发表 人民真协报的高度站在这个地方 那等于是天上给你开了天窗 那从那个大风一吹过来 我们靠自己跟自己讲话 那是不灵贯的 我说你打比喻嘛 你在自己跟自己拿小扇子扇 这里有物 拿小扇子扇管什么用 但是个大风一来 所有的物烟消云散 所以人民真协报这个力量特别大 不要看这张小报纸啊 就这样 地上非常大的 它能排除我们 弘法路上的障碍 能够呢 消除可能的误解 等于这张报纸呢 这篇文章呢 就是为我们开场铺路 比如我们亮开了绿灯 让我们可以大步前行 我们举几个简单例子 我们在济南 说跟年友见面 找个地方 大家见面 找到一家空军宾馆 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 你们不是搞这个 搞传销吧 搞传销我们不能给你用 我们不搞传销 我们请师父 请和尚 那不行 那我们这个不行 不能搞 那我们请的不是一般和尚 那我们 那把包装出去拿 我们就请这个 那可以 这样就可以了 你说没有这个 你怎么能跑那个空军 那个大讲堂 非常的庄严 能住五六百人 你就没有办法 这个他等于就是给你开了绿灯 因为人家都知道 等于你就是棉检产品 就合格了 不需要再拿放大镜的 人民这些报都给你 都给你检查过了 就中央级别的 都棉检还到神里边的棉检 还到神里边检查 谁检查谁呢 这是最高级别的 所以这个报纸啊 这篇文章对我们 加持力特别大 当然写文章的人 我不认识 我也没给他送过礼 也不是个人感情 那关系 所以这个就是靠缘分 就是心和心相应 走到这个点上 那我们也要认识到 这篇文章的出台 它就标志着 我们这个法门 从边缘地带 走向主流中心 你肯定是越来越 走向这个主流了 走向中心地带了 所以这给我们提了更高的要求 应该怎样在新的形式下 要更加的谨小胜微 我们的行业心态 要和这种 人民真心报对我们的期许定位要相应 不然的话呢 你还要自己落后 就是提拔你也提拔不上来 所以要更加的谨慎 那么对于这种动力 我们要善于 善于运用 借力使力 趁风而上 这种力量你不会用 你就浪费了 这是一个极大的加持力 它是整个社会的一种期盼 所以这种力量也非常大的 那么我把这几点 我再提醒一下 回顾一下 这文章给我们的启发很多 我列了六点 第一 它是互换 是党和政府 社会各界 人民大众 时代众生 阿弥陀佛的互换 互换我们 宏远斯净土宗 你要圆梦复兴 加入这个 第二是选择 在这个选择佛教 选择中国佛教 选择净土宗 选择善道大师 净土思想 选择宏远斯 第三 它是肯定 第四是期许 第五是方向 第六是动力 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呢 我也列了几点 对前面的六点启发 我们做出要有六点 第一个 既然是互换 我们要回应 既然是选择 我们要担当 既然是肯定 我们就要坚持 既然是期许 我们就要努力埋怨 既然是指出了方向 我们就要顺从前行 既然是给我们动力 那我们就要善于利用这个形式 这是我们要该做的 这是一个大框架的说明 下面说三点具体的要具体的事情 我想一个就是加强自身人才队伍的建设 我前两天也写了一篇 又是一篇大纲 红阳寺净土宗人才培训大纲 我们这个人才培训 向来现在形势发展特别急迫 各个地方像我们要人的太多了 要什么人 一个是要讲师 要法师 来讲法 再一个要当家师 来给我们住持寺院道场 总之要两种人才 一个就是讲法人才 一个是寺院执事管理人才 我们现在人才培养跟不上 如果派人去做 当然说不敢去不敢去 我去了以后搞不好 像讲法不敢上不敢上 这个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人才培养迫在眉睫 如果我们有人才 我们就好用 是要花派去 现在派一个人去 要能够独党一面 还真的不容易 所以前几天有一位宗教局长跟我说 他说现在经济发展 建一个大的寺院非常容易 那不是难事情 有钱就可以建 但是要找一个好的法师 真的太难 那我们的讲师人才的培养 就根据讲师制 最近请敬业法师 宗道法师 佛联法师 也在商讨 有关讲师制 讲师人才 第一批 讲师 理定一个名单 因为这些讲师 对于在 有些已经比较成熟 在一线 已经在弘法部教 受信众的认可 那我们就通过推举 审核评定一批 这个讲师制当然也在 也是我们 说创新吧 也不算创新 别人都有了 那我在佛教界来讲呢 在我们的法门当中 我们还是在实验 在用当中 第二类的人才 也非常重要 就是执事人才 也就是所谓的 各级住持当家师 各级执事 各联佛堂的堂主 不过联佛堂堂主 我们培养不出来 也不要我们培养 他自己就出来 他能够把几十个人 统一起来 他就一定要发心 要组织 要热心为他们服务 他就是了 你给他认定 就是你要给一个 很好的制度 他这个人才培养 是靠制度来带领出来 所以我们第二个制度 就执事的培训计划 培训大纲 要理定 理定这个执事的要求 跟法师是有不一样的 法师讲经人才的要求 是比较注重于 专业理论水平 就是法医的掌握 主要考核你呢 你的读解能力 寄送能力 这个演讲能力 写作能力 红化能力 还有你对信众的亲和力 你给讲师出去讲法 然后见到你的发愁 见到你脸上那就不行 你得要有亲和力啊 对不对 你要有法源 这是考察这一方面 另外就是在外讲法的法师 最重要的一点 在一定要保持 要有那个法脉传承 这个观念 必须呢 要严格有这样的观念 因为你出于讲法 这个法医上传承 不能够自己加自己东西 这是对讲师的要求 那么执事人才呢 他要求综合素质 所以这个当家师是不好当的 可以讲要求更高 一个是专业理论素质 一个是各方面的综合能力的素质 你比如你做个当家师 你做一个住持 那你要有 你首先你这个人 你要独立的精神 你自己在做他外白道 我不敢去去干不了的 你当家师是要给别人 做后台做靠山的 所以你本身的意志要独立 这个独立的自主的能力要很强 另外你要有组织能力 另外你要奉献精神 你要给别人做作家衣裳 你要为他服务 要照顾他 他有什么困难 你要去安慰他 你要有很好的协调沟通能力 人际交流能力 而且还要掌握宗教政策 了解国家大事 这个是当家师要考虑的 讲经的法师这方面 当然也要了解 不是他特别考虑的 这个执事干部 他要求的素质特别高 特别多 这个执事队伍的培养 要跟我们讲师 要平衡 所以我们在有一批 讲师 那同时 也要有一批 这个执事 干部 公布 他们在本门里边的贡献 待遇 受尊重的程度 都是平等 不过呢 有面上和面下 有红花和绿叶 那么讲师队伍 当然是红花 他在台上讲法 但是你这个绿叶 没有绿叶扶持 你还讲不了 所以是靠 靠 他建立一个好的系统 一个后台支撑体系 所以我们讲师呢 要感恩执事 那执事呢 说执事说 我搞这么多 就是让你讲 这样你台上讲得好就行 这样两双方案 就有很好的配合 所以讲红法 必须这两个队伍 这两个人才队伍的建设 都要跟得上 我初出家的时候啊 在九华山 就知道呢 那个时候佛学院呢 办了一个执事人才培训班 现在我想起来啊 当然这个都很有必要 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背景 我们的执事应该怎么培养 知识的培养 就是老的带新的 就是把你放在岗位上去做 不可能给你培养好了 就上岗位 那是上不了的 你做知课师 你就坐在地方 然后呢 你老的知课带领你 你看怎么做 当家也是一样的 既然做妈妈 不是培养做妈妈 孩子生下来 你就是妈妈 你再怎么培养 也培养不出来的 所以不是说 先教你会做母亲 再生孩子 是你生了孩子 你就是母亲 这是边做边学习 边学习边提高 这是一件事情啊 我们重点 接下来就要做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 念佛堂的规范化和合法化 这也是我们重点 要划大力气做的 但这方面 我们自己单方面讲不离 所以呢 我就说要进一步的寻求 政策的支持和法律的保障 念佛堂 基层念佛堂的规范化和合法化 特别重要 它是我们贴近群众的基础 你没有这个千千万万个念佛堂 可以讲佛教 你就是飘在面上 不扎根 你别看你寺院再大 那你都是根基不老 我不跟大家讲过这个资料吗 基督教有八十万个家庭教会 批准的宗教场所五万七千所 佛教搞一个寺院 那简直是千难万难 你搞大寺院就是很难 土地啊很多 手续很复杂 不要搞大寺院 从今开始 就是搞念佛堂 一个大寺院 你花的钱 你能盖十个二十个 甚至好几十个念佛堂 效果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念佛堂 基础 这是我们的基础 而且这个念佛 念佛堂 我们佛教文化 我们讲传统文化 佛教最传统文化 佛教的信众 就是我们佛教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你传统文化落实在谁的身上 就落实在这些念佛人的身上 他们如果没有场所给他念佛 你这个传统文化怎么传承下去 你怎么弘扬 所以他事关着传统文化的命败延续 非常重要 不光是对佛教 对国家都很重要 他也是我们国家民族文化复兴的一个本根 人是本 他也是 所以中国梦 实现中国梦的一个具体的步骤 因为这些中国也到了你中国梦 你马上进入老年社会 老年人要不要安养啊 老年人要不要幸福啊 那如果念佛堂千千万万的念佛堂发展起来 那个你社会就给你国家解决老的问题了 你老年人很幸福啊 很安乐不然的话进了养老院就等于进了什么 就进了等死院了 所以你给他住七星级宾馆不能解决他内心的焦虑和这个未来的问题 那他住那个地方都像坐牢一样 我们如果一个念佛堂哪里应该在七星级宾馆 你心里面安乐 他会带领整个这个家庭和谐稳定 对社会都起非常好的作用 进化人心和谐社会 这个社会就是充满了祥和 幸福安乐 所以它是中国梦实现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所以我们佛教的发展 从我们本门来讲 除非特别有需要 未来我们都不会盖大的寺院 但是现在呢 主要是有关政策方面还不够开放 所以没办法 要去申请就要申请寺院 寺院也很难 这样等于是把佛教等于就是限制住了 如果念佛堂 你要基督教室架一架 慢慢就成为一个家庭教这个聚会点 家庭教会 那么念佛堂佛像完了一例 这就可以念佛了 这个你这个文化 民族文化才能落根 人民的幸福 你国家的长治久安都有根本的保障 这不是说在嘴上 如果这个根你不扎下来 你怎么讲弘扬佛教 怎么都不能落地 不落地不接地气 所以这方面呢 我刚才说了 我们要寻求政策的进一步支持 和法律的保障 这个要去沟通 第三点呢 就是加强法义学习 加强法义学习是本门的永恒课题 任何时候都要学习法义 这是我们的根本生命 法义学习怎么学 有很多人啊 包括个人以前也这么认为 说我们还很年轻 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好好的积累 积累够了呢 再出来弘法立生 你积累三十年 跟积累三年差不多 因为我们一般人都跟你说 你只能积累三年 你积累三年 现在就要出去弘法 不至于弘法 你都浪费了 你就吞不下去了 你肚子就那么大 你吃完了要消化 再说我们这个法门 我们本来你说积累 三年大师没有积累吗 道处大师没有积累吗 台湾大师 天青 龙树菩萨 我们是一组点 早就积累好了的 你就拿这个来洪化 你把它变成你的语言 所以呢 不要抱那个观念 那个观念好 是走不出来的 而且比较较慢 因为你是靠自己的积累来洪法 我们不是靠自己的积累洪法 我们是靠历史的传承 几千年的积累来洪法 那么你就是要了解这个法义 你了解之后 你就可以去 那怎么了解呢 最好的方法 当然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普遍适合大众的方法 就是多听这个波金机 你反复的听 反复的看蝶片 你听闻 你就能掌握这个法义 你又不听闻 那你这个嫖学嫖窃 偶尔犯一两页 听啊讲一两句 那不行 反复的系统的 反复的听 你肯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洪法人才 这个在我们现实当中啊 就有很多的例子 有些老菩萨 他文化并不高 但是他讲法讲的特别好 就是因为他听 所以这个缩薄众生耳根偏利 所以呢 是一听来入手 那怎么上路呢 讲法上路 就把你搞到台上去讲 你就上路了 这是我们快速培养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你多讲几次 就锻炼出来 像我们中纲法师 就非常明显嘛 中纲法师文化不高 那么他怎么讲呢 非常认真 他今天明天 比如说接待信众 今天他就会把 或者是我的 或者上任的 找一篇讲稿 他就把它抄下来 抄到本上 然后明天因为他抄过一遍 有听过一遍 他就很了解 第二天就根据这个跟信众讲 他把这本子拿给我看 抄得非常工整 一丝不苟 他说你看师父 我就这么说 我走哪去这个本子带着 他有四个 大概四个篇 比如阿弥陀佛怎样尊佛 他抄了几篇 一二三四 我在这个里讲这个 我到那里讲这个 我还都能讲几个 他就靠这个 走哪我就带着 他讲的已经六熟了 这个也是办法 因为他信仰是有的 他这个本门他听到 他心里边有 然后再有几篇给他打底的 然后就不可以应付了吗 那如果他不上台讲 他怎么可以啊 所以他现在你看在那里 已经是发展好几百人念佛 皈依了 这就是你要发心 你要去做 所以我们学习法医最好的方法 包括我们做执事 刚才说过的 就是边做边学 边学边进步 边学边讲课 好 今天这一篇 人民正习报的文章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Zither Harp